回到5月24日的香港武格仔 今天我們找到Larry上來 也是軍武器賢的Larry 我們檢查有沒有朋友等了很久 Larry跟大家打聲招呼 大家好 軍武器賢Larry 我們跟曹總這邊經常有些突發事 我們先說一下 還有時間是對的 你們和我這邊 剛剛我結束了 新設滾熱辣 大家可以一起談談 最近春季大返工 遲遲都未開始 都不知道其實開始了沒有 不會直接公布 我打你了 我的拳頭正在離開 但最近有很多變數 很多突發事件 持續了很久的巴赫武爭奪戰 早兩天 似乎有突破性的發展 因為普京突然間 讚賞俄羅斯 拿到巴赫武 原本在G7正在開封會的習年司機 他好像被嚇壞了 他自己都說 巴赫武已經活在我們心中了 好像爭在未裝香 而事實上 現在巴赫武已經變成一片廢墟 但我見到今天最新的 烏克蘭的副國防部部長 其實他說的挺技巧的 他說烏克蘭的軍隊 現在退守在南北的質役 主要在南北的方向 包圍著巴赫武 現在他們都有一點進展 但我們今天見到最新突發的事情 就是在俄羅斯境外 烏克蘭的北部 和哈爾科夫接讓的 比爾哥羅德 竟然有一個武裝分子 有兩個聲稱 烏克蘭有兩個武裝分子 襲擊比爾哥羅德 有兩個軍隊 第一個叫做 俄羅斯軍隊 第二個就是俄羅斯二用軍 剛剛最新的消息 俄羅斯國防部 已經殲滅了 七十個士兵 起碼覆了牆 將軍隊推回烏克蘭境內 對 起碼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烏克蘭 就不承認是他們 自己發動的襲擊 當然 你對於俄羅斯來說 他們自己堅持 這些就是烏克蘭 他們發動的襲擊 這個好像有點像 是不是上個月 一個無人機 襲擊 紅牆 克里 武林宮事件 好像自己有發動 其實Larry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他跟上次無人機的襲擊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的 上次無人機的襲擊 無論你見過他 看上去的角度 捕捉到那種防空系統 剛剛好 可以拍到這張照片 其實是困難的 說真的 有時 你特意拍戲 你都會錯過 何況你突然間 人家這樣突擊 他可以穿透了 你莫斯科層層的防空系統 穿過層防系統 其實是困難的 整件事是困難的 你俄羅斯 你不是豆腐做的 那些防空系統 你們真的有一定的實力 因為你俄羅斯 他是一個空防大國 你想一下 簡單來說 土耳其 大家知道安而當安 他就去買俄羅斯的武器 買俄羅斯的武器 其實他就會冒了F-35這個頂尖戰機 全世界都唯一可以買得到的五代戰機 我們不算是SO57 那些都不是五代戰機 那你唯一買到 你都夠膽 你夠膽冒著 被美國淘汰的情況 都要買S-400 你就知道俄羅斯的防系統 當然是型的 但是你想一下 都能夠被你層層穿過 竟然是無人機 OK 不是導彈 不是高齒坑捉武器 你說這件事的可信程度有多高呢 你說他自己偽旗 自己在港圈裏面發過磨人機 比較容易 還是人家千里條條 從烏克蘭邊境 走幾百公里 或者就算你說 他在市郊 就砌一架無人機出來 又不讓你的保安發現 又可以讓你穿透到這裡 那些放在屋頂 之前那些S-1的海鴿防系統 又看不到你 我就覺得難一點 所以這件事 你說在哈利姆林宮那裡 他們在魏旗 就比較能夠覺得通 即是自編自導自演 沒錯 但是如果這次的劑 就沒有這次魏旗 因為你見這次行動 第一順速 第二 你見長期都做得挺逼真 還有最重要是有群眾 有群氣 我們叫群眾 大家一起幫你做 包括一起幫忙塞車 一起走路 這些位置很難拍的 你真是臨機逐個付錢 這些我覺得難一點 你都幾多人 他們開車排長龍走路 然後炸那些又真是真的 還有你見他們 要這麼丟判去做一些假的事情 還有說真的 如果真的做 要不需要一天推進30公里這麼厲害 不用的 你做 大家都做過演員 即是出工不出力 嘻嘻地做就可以了 你推那幾公里都可以 說真的 如果你說人家 即是那些反抗軍 一天推30多公里 你巴赫武 半年都推不到30多公里 喂 樣子比較壞 你間接說 現在這一批犯骨仔 青出於南就勝於南 還好過俄羅斯國防軍 這樣就情何而堪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如果是要做長戲 做一套戲 就不要做到這樣的戲劇聲 你推進 你隨便推兩公里便算了 說真的 你做演員會不會這麼賣力 駕駛坦克車 駕駛車 哇 辛辛苦苦 一天就行30多公里 都挺累的 要不需要拍到這樣 我覺得不用 所以根據現在的劇本發展 當然你問我 我也覺得 就好看過戲的 其實在荷里活 都可以拍得到這樣的劇本 那麼 反轉再反轉的劇情 突然間由巴赫武 竟然 他現在公自賣 我們說的自由軍團 和志願軍攻擊的範圍 其實已經坎坎可以比較到 巴赫武的面積了 其實差不多 說真的 一天就攻陷你一個巴赫武的面積 你打了半年 都是別人退一退才有位置進去 這樣就真是高低難度 所以你問我 我意見不是太危奇的 這個就等於火燒後欄 你把很多精力放在巴赫武 但是烏克蘭這方面 就不是他自己的發檔 但是無端端有個志願軍 俄羅斯的志願軍 可能是受到烏克蘭庇護 因為他們這樣說 現在俄羅斯的意思就是 其實他們是躲在烏克蘭的邊境 即是烏克蘭的境內 主要他也是在克爾科夫那裡 應該是 潛伏在烏克蘭 然後去襲擊貝爾哥羅德 如果這樣看的話 雖然不是屬於烏克蘭 但是似乎是受到烏克蘭庇護 因為我們聽到克里無能工的發言人 佩斯科夫這樣說 我們知道事實上 在烏克蘭境外 有很多俄羅斯人 他們這樣去發動攻擊 你一點都不出奇 其實搞到 都很難分理我 你經常說 在烏克蘭境外 有很多俄羅斯人 就是受到壓迫 然後要解放他們 最尷尬的地方就是 現在那班 原本聲稱要解放的俄羅斯人 現在打回頭 是嗎 還有這個 自由俄羅斯軍團 如果你看回他的推特 他都說過 在3月的時候 他們本身已經在另一個地方 大概在白俄羅斯 和烏克蘭北面交界的 一個州叫布梁斯克那邊 本身已經有活動 只不過是說 進展不是太大 這次就轉移了 攻擊的目標 就是在由卡爾科夫直接 一條大公路走上去的 比爾哥羅德那邊 而且就推進了大概三十幾公里 才是引起傳媒注意 這樣 看來其實 李俄羅斯如果是這樣公開活動 而且做到一個比較成功的軍事活動 其實也反映到一件事 其實普京的政權開始 都搖搖欲罪緊 沒有理由這樣被人攻發 又好像整個手臂是 完全如日無人之境 他還解放了一個叫Kosinka的地方 其實他有幾個陣 剛才阿龍說Kosinka是第一個陣 現在一直打下去 其實他打到最後 昨天打到第四個陣 打到第四個陣 其實就是最重要的 那個陣叫做Greveron Greveron這個陣 重要點 第一 他是比較大的城 第二個 他是有核武庫柱床 他是有核武彈藥 放在那裡 我也讀了好一段時間 他的核彈庫 應該是在前蘇聯的時間 放進去 說真的 那個彈庫 放到幾十年都沒有用過 你說其實是否來到 由他們的阿爺 到他們的爸爸 到他們那一代 都沒有貼重過 第一個 第二個 他們已經在自願軍 或者我們說自由軍團 來到之前就清空了 說真的 你說他們有沒有危機儀式 我們又不要 只會笑他們 他們在戰略角度 他們都懂得搬走這些重要的東西 土地可以由你拿 核彈就不能拿 這些家當的 真的要搬走 搬走做的 而在那個倉庫上 也都有交戰、交火 似乎自由軍團和志願軍都知道 這裏是應該要搶東西 是要打他們的 所以現在這邊 應該是已經交火 打那些情況 無所謂 那些彈藥就搬走了 所以整件事可以去到很嚴重的境界 就是如果 說真的 你那些核彈被烏克蘭拿了 其實是得無所用的 因為其實烏克蘭 他拿了你的核彈 他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發射 他有沒有載具 例如你說海軍、陸軍、空軍 有一些導彈、潛艇 導彈發射車、發射井 烏克蘭一樣都沒有 你想想他在90年代初期 亦是布達佩斯的備忘錄 已經說了 他都要在大家的見證之下 就要燒毀核彈 你看到他就肯定載具都不會流 原因是因為載具要養具 更貴過你養過核彈 沒有錢養核彈 何來養載具呢 更加不會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明白 其實烏克蘭拿到也沒有用 不過如果你真的拿到第一樣子 就是核大國 竟然連核彈都保持不住 那就真是醜 除了醜之外 除了醜之外 你的秘密都會讓人知道 大家都知道 說真的 烏克蘭就不會認是自己人 說真的 死都不認 由大概去年 他們改組了軍情部門之後 他們很多消息都不會再對外公佈 以前他們會說 這件事是我們做的 現在一件事都不是他們做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正在爆炸我 不知道 你沒有問我 你問回他們 現在他們不在意 這些事 不會故意去解釋 這件事是我做還是你做 總之 如果核彈最後被自由軍團 被戰部隊拿了 一定會入不約手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 入了不約手 他便知道你怎樣做核彈 他知道 他又會估計到你的載具如何發射 從而又知道你的載具性能 你的前頂又怎樣 你的導彈發射車 你的頂是這樣的 美國飛機去carry的時候 就用這些參數 大家都知道 如果連俄羅斯都推到的東西 美國佬的東西更加厲害 這些當然不可以讓人知道 你想想俄羅斯 他的國防開支 其實是很小的 說真的 很小 大概600萬美金左右 但是你要看到他那種 以前維持著Super Power那種的顏面 他唯一能夠保持到 就不是常規武器 就是核彈 大部分的錢都去核彈 所以這件事 如果你給他核彈 那裏被志願軍拿到 那管是少少 都是顏如掃地的一件事 普京是不能接受 所以第一件事 什麼都沒有說 你這件事 你這個黨委書記 你立即幫我清走彈戰 你其他人去死 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中間搞什麼 幫我清走彈 行了 那你任務完成了 你整個鎮被人拿了 我管得到你 你就之後拿回 不要猜 這個情況 不會差其全 因為你一 他在說 那個軍隊規模 都大概是兩個型 聲稱 大概不超過二千人 其實可以守得多久 還有 想說回 這件事的重要性 就是 因為我們上次都和你聊天 那時候都說過 你這個五角大廈 涉物事件 都說過其中一個 美國的紅線 就是你這個 澳湖戰爭的戰場 只能夠在烏克蘭境內 這次其實可以說是第一次 是這個境外作戰 如果你烏克蘭國防部 是承認了這件事 是和他們有關的話 其實都是踩到美國的尾 所以 所有這些 他們說支持 他們說 Happy to see 但是不會承認 其實也是一些很合理的事情 和你發覺 美國那邊 他們那些發言人 說話都曖昧 他們都說 當然不支持烏克蘭 攻擊俄羅斯本土 但是如果有些事情 俄羅斯本土 有什麼意欲 大家不要忘記 Who started the war 是Russian started the war 說真的 你說到這樣 捉協也是你 捉總也是你 裘政也是你 裘員也是你 說真的 你怎麼說都行 現在這個時候 世界沒看 所以 某程度上 其實美國人都開了眼閉 總之 整個說法 你說得過去 我都支持你 說真的 你想想 他這個自由軍團裡面用的車 他有一輛被俄羅斯獲了 看回西方軍援的裝甲車 你想想 有Hummer 有Hummer 你說那些車難道從俄羅斯來的嗎 說不定 你想想那些車全部是什麼車 你想想 現在全世界都在轉載 就是什麼 一架坦克車 一架裝甲車 九架 全世界都知道這些裝備 你猜到 誰給的 烏克蘭給你的 烏克蘭給你 烏克蘭怎麼來 大家西方各國軍 如果這樣說的話 他們可能是 國際志願軍的一部份 也不算 因為 國際志願軍 就直接 在烏克蘭的擁抱 即是武裝部隊的 作主 你還是要接受烏克蘭的統一自律 至少你再明白 一定是 再暗 我不知道你們中間怎樣 但是這件事 一定是再暗 一定是這件事 烏克蘭如果統籌 你都是暗雅底做的 就不可能 officially告訴你 是我們這些人 你死你死了 真是 你死就是為了俄羅斯的光榮 即將來那個俄羅斯那個 例如說別以哥羅德大公國 或者別以哥羅德人民共和國而死 你就不是為烏克蘭而死 所以這件事 你看得出是有秘密的色彩 但你說後面的老闆 後面的金主 要不就是北弱 大家亦都猜 CIA有機會 因為CIA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CIA在全世界各地 經常性的拆反 這個拆反 抹理花革命 然後有些人說 什麼橙色革命 什麼革命 顏色革命 大家都聽過很多 這些事情 不說太多了 總之你聽到這些事情 你都猜到 CIA 你進去搜 但我問你 如果去到這樣的話 就變成了 就是踩了俄羅斯紅線 當去到這樣 踩了俄羅斯紅線 我們都覺得 後面的大老闆 就是北弱 就是西方 即使這班是俄羅斯人 是你擦反他們 即是他覺得是北弱擦反他們 就正等於上次襲擊 克里姆林宮 那架無人機 他都入了北弱數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他自暴其短 很尷尬的地方 你自己畫了一條紅線 就是說 如果你這樣踩進俄羅斯國境的話 我就打敗你了 甚至乎發動這個核彈 但是現在你這樣 很明顯就是踩了紅線 即使你說 這個不是烏克蘭的軍方 也好 但是起碼你跟西方有聯繫 這樣踩了紅線 如果可以的話 我作為烏克蘭的角度去看的話 這樣拆佬斯沙波 是否等於鼓勵多一些 俄羅斯人發動的質疑的攻擊 是可以再進一步走呢 我覺得要看看現在的成果 這個世界是很現實的 你說武昌革命 大家還記得武昌起義 其實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沒有槍 說真的 他們沒有槍的東西 也不是廣東人做的 真的是一枝槍都沒有 就搞定了你 你當然要搞定了才行 如果不是 如果這件事 洋了黃了 但又壞了 那只是其中一次 失敗的革命 其他各個都不會理會你 所以說效果 如果這次的效果如何呢 你別以哥羅德真的被你到手了 整個首府被你打爆了 你真的佔據了別以哥羅德 起碼你首府你拿了 剩下一些 不知道那些勤王會不會過來 哇 你這個效應 簡直震動整個國際 甚至俄羅斯本土的人都震動 你今天便是別以哥羅德 第二天便勝被得保 這一刻 有錢人真是說知你 每個人都叫做要錢不要貨 扔東西出街 那這樣就變成為奇教肆 如果這樣做的話 即是有個效果 都是有個效應 令到大家會害怕 那你說會不會有更多的義用軍加入 有可能 因為很多人都一定是對政府不滿 你要有個導火線 看到這個有得投靠也行 反正都是不爭再 死不死不爭幾 那不如加入去玩一下 人命都不值錢 那是不是真的會被他撿到一劑 這樣呢 那要看的 要觀察 不過呢 都是成敗論英雄 你這次如果你這個勢打得好 你包住別以哥羅德 你都不要說攻陷別以哥羅德 你只是搞到政府軍麻煩這裡 都可能會有一些州份會響應 就好像阿龍之前說 布梁斯克州如果出事 又是捱住烏克蘭邊境 那邊呢 又是會相當麻煩一下的 那裡甚至是跟這個接駁明斯克 就是白羅斯那邊的幾條交通要道都在那裡 如果你說在那裡都出事的話 我想 俄羅斯國防軍都幾頭癢 是 也是的 因為那邊就牽涉到白羅斯 他們都有兵的 他們都有些是他們的義勇軍 那邊有牽制 如果那次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些discord群組的文件 叫做在美國那邊發出來的文件 其中一個消息 就是說 達利斯基最後壓低了在俄羅斯本土發動的攻擊 原來是在說這個 原來那時候沒有打著等現在打 原來那時候紮蓮斯基是想著 大家看得出紮蓮斯基的智慧在哪裡 他又覺得未是時候 不要打著 我們步企不要讓出去 我們暫時留著不用 我不是不用 是留著不用 到現在一用 你看看就激起千重落 他怎樣用呢 他就在巴赫武 他覺得差不多了 巴赫武的歷史任務都差不多了 是時候要熟一熟 然後把他 其實巴赫武說是否完全失守呢 我不是太同意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要說一個地方失不失守 其實呢 在戰爭論的角度 其實失不失守是不重要的 其實重要是你還有沒有兵 你還有沒有你那個有生的力量 就是說 我最重要的是我人沒事 你經常說 最重要的是人沒事 人沒事 我可以回馬槍打回來 都可以 沒有問題 所以我最重要的這個部隊 現在駐紮在哪裡呢 一個就是西南部的Ivaneski 一個就是西北部的Cromos 兩個地方屬於市的邊緣 不是市中心的 但是兩個地方守得很穩 它後面一個大的重陣 叫做Charsifia 又是重陣 總之這三個位置 互為機閣地守住 那麼它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它是隨時保留再次進入巴赫武的權利 因為那兩條的部級線 沒有斷過 它隨時可以進入 第二個 它拱衛著西北邊 就令到你想去打其他的城市 你很困難 你穿不到他們 例如我們說 它之前經常想打的斯洛文斯克 那時候經常都想打的 他們後面有一個叫Kramatos 一個大概十萬人的大陣 其實它到現在都動不了它 唯一就是用導彈、無人機打你 你真的要部隊去就不可能 現在就更加不可能 那變成呢 烏克蘭的戰術就是 我現在就鎖你在那裡 就好像鎖中國在第一島鏈 不要緊的 你有多少海軍 我都是第一島鏈鎖著你 你來到 你密集地放在那裡 我便用導彈打你 現在你的密集部隊 我便用海馬斯打你 即是現在變成引軍入口 某程度上 他又不是說要跟你打 他便要鎖你的兵力 你的兵力大部份 為甚麼呢 之前他們又將一些兵力 特意由其他地方抽調 就是要全力攻陷巴赫 他們就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的情況 就變成阿夫迪夫卡 又調兵 紫波羅列又調兵力 他連奴金斯克也調少少 這樣便是大件事 你每次都調兵力 其實兵力只有這麼多 你調走了 第一 烏克蘭大反攻 大家覺得 位置肯定不是烏冬 正路就是烏南 打烏南 打紫波羅列 打紫波羅列 或者打哈吉松地區 大家都這麼說 其實我們一直估計都是這樣 現在在烏冬再調兵力 烏南入博弱多一點 勝算又大一分 現在又打馬里乎波羅列 你還敢調兵力過去呢 我覺得普京大體也很有信心 現在連別爾哥羅德也出事了 後輪又著火 前面你又未定 那他怎樣調兵力呢 即是否要回防別爾哥羅德 提提他 還是不管 由得他 總之引起你心去 就再派戰鬥機、轟炸機 他今天也出了消息 今天出了消息 我們已經用了轟炸機 和戰鬥機搞定了八人 你怎樣搞定他們呢 他們 說真的 你這班兵 其實現在一千人都不知道有沒有 化整為零 散修修周圍去 其實就跟當年打蒙古的戰術一樣 他打完你攻城掠詞之後 他不會留在這裏 他就走了 他嚇走你的人 你那些人都走了 他就走了 然後就繼續打下一個 總之他就一直這樣打 好像瘟疫一樣打下去 打完你的力量 殺了你的兵 你也嚇到害怕 你也走 就像蒙古人戰術一樣 你不投降便殺你 你投降便留你 但留你也要逼你走 那城又清空了武裝力 清空了之後 誰填補呢 會不會烏克蘭軍隊 沒有人知道 或者沒有 一路打上去 你說起這些打法 甚至是我想起中共 中共 我不是說二戰完之後的中共 我是說流寸期間的中共 因為他在湖南裏面的活動都是這樣 你不斷在農村那裡有空就騷擾一下你 然後突然之間就圍攻長沙 佔領長沙之後又突然之間大撤退 整個國民黨或者當時的地方勢力 基本上是因為他們這樣做 是疲於奔命 反而是鎖死了他們的兵力 在幾個大城市那裡 不知道怎樣出入 令到游擊隊有足夠的空間 讓他們重新去組織 這樣就更麻煩 你現在不合武的情況 都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是的 我就說在B高羅德那邊 B高羅德那邊 我流寸這樣打 我逐個陣打你 你又不知道我下一個打哪個陣 總之你的兵力 就肯定集結不及了 而你本身地方的兵力都薄弱 說真的你才只有一百幾十個兵跟我打 還要是沒有彈黑 沒有裝甲部隊 你當然是打不勝 你想想他用了一架坦克 一架裝甲車和九架Humvies 為什麼有九架Humvies 就用來裝人 他們都是炸槍的 最重要是裝在他們打前面 你想想有多少人 你算數 說真的有百幾個人 但是最重要是前面的坦克 還能掃得 橫板青的掃 你前面任何士兵都死了 你有一個不太厲害的刁捕都死了 那就是坦克開路 所以說到最後 他們根本沒有被不周 沒有被不整 沒有被鬆弛 就是完全沒有一個內面 就是他有一個防禦 所有部隊全部都推銷了前線 那又在說什麼呢 其實這個國家是一個外強中桿的國家 就是最強的城堡 就要入內部攻破 就是你外面很硬 原來裡面是空的 於是你被現在的兵走進去 你就真的不得了 你要外面抽回一些兵進來打 那你外面還有烏克蘭部隊 你進來 你又未必那麼快適應對方的戰術 或者你摸一摸一摸一摸 變成現在都很麻煩 這件事很濕 即是兩邊互相 無論是俄羅斯境內 還是烏克蘭佔領 他還是被人鎖死了 是啊 這個戰情還繼續發展 即是你說他接下來還有第五個陣 第六個陣 正在打下去 那你說俄羅斯怎樣調配兵呢 我覺得他要在旁邊的州過來 他自己的州應該真的沒有兵 要在其他州再調 但是要時間 你說在這個情況 他那個閃電戰打得多少 還有補給線呢 究竟可以拖得多長 說真的 你發覺在哈爾科夫大反攻 大概在九月的時候 如果大家看 其實烏克蘭每一個部隊 推進都不會超過七十公里 其實你推到差不多 你的部級線要跟得到 你跟不到的 但一天有飯吃 一天就沒有飯吃 這樣不可能 你一定要那個部級部隊跟得到 所以整件事 我們覺得第一 要看看部級的速度去到哪裏 就決定了前線的進擊速度去到哪裏 就決定了前線的進擊速度去到哪裏 那哈爾科夫一定是在想這件事的 第二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覺 為什麼他這麼快 可以打到這樣的 好像打到整個巴合武的面積呢 講到尾 整件事真的查過了很久 真的那個洩密文件 有些事情我們看不明白的 現在開始提得明白的 就是原來他們真的把這件事 策劃了很久 幾個月的了 幾個月把所有的情報摸到通了 那裏那裏擺什麼 那裏擺什麼 那些人員佈置 全部製造了 踩上線 知道了你怎麼走 一去到就執行 那你當然是反應不設 就好像我省港奇兵打結那樣 你哪裏有個Alarm 你哪裏有鏡頭 我現在早知道 一來就打爆你 一來就搶 搶完就走 喂 你怎麼打 你的情報就洩漏了 所以明顯的 這個優勢一定在 但我們就稍微擔心就是 好了 例如說 大概攻勢過了頭三天 你怎麼保持呢 因為你的布格尚拉長了 甚至乎你將來面對敵人來說 對方一定是正貴軍 對方會派重裝備會過來 雖然它未必有很多的T90 T72 假設它有一部份T72 有一部份BDR過來 裝甲車等等 甚至乎出動到空軍來攻擊力 可能你都散得遲 但是你將來又如何合攏 去拆或打其他地方 有什麼後著呢 會不會烏克蘭那邊 會有任何的支援呢 這些我們都要繼續觀察 當然整件事很互動的 如果你說最後 搞到某些位置 會令到其他俄羅斯人接受響應 接著又來 烏克蘭就派裝備給你們 這樣就繼續打 這是後話 所以我想這三天 接下來的攻勢都很決定到 之後的路要怎麼走